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無劇透影評是《告別之前》 首先電影的戲劇感不重 與日本、韓國同類型題材的電影比較 並沒有灑狗血的催淚位 反而有種很真實的感覺 它分開三條故事線 情節設定非常不錯 每條線都令我想起很多身邊發生的人和事 每次電影一觸動到關於家人、愛情等感人的題材 我的眼淚都不由自主爸爸聲地流下來 不是誇張 告別之前我是由頭哭到尾 甚至旁邊的觀眾都跟我一樣 哭了90分鐘 在第一條故事線裡 羅蘭姐飾演快80歲患上肺癌的蘭姨 而李靖君飾演負責幫助她的社工 這條線講出了很多老年人面對死亡的看法 很多在裡面發生的情節真的很真實 我想身邊不少朋友的家裡都有發生過 為了錢、為了口氣、為了房子 而生死不傷往來 而有些人經常說自己很忙 然後不會怎麼找父母 吃一頓飯都會說沒時間 剛巧我自己父母的年紀都不小 近幾年都會很擔心他們身體的健康 總是怕自己愛得太遲 我看電影最頂不浮的 就是關於親情的橋段 所以我這段看到我心裡有一種拿著拿著的感覺 羅蘭姐的演出當然沒得頂 連李靖君做的社工都非常不錯 而第二條故事線就是衛斯亞和張繼聰飾演的張生張太 發現六歲的女兒欣欣確診血癌 而這個故事用了比較多篇幅去描寫父母的心態上 在陪著女兒做化療的過程期間 慢慢意識到作為父母的不足 甚至為兩夫妻之間的愛情和責任帶來一些反思 衛斯亞的發揮非常好 演技越來越成熟 適應欣欣的小演員林鄭文都演得非常好 特別是情緒大起大落的時候 相比之下張繼聰的表現失色了少少 我自己小時候是一個藥煲來的 試過整個月住在醫院的兒童病房 當時我和媽媽怕我不習慣怕我害怕 有幾晚直接開多張床在我旁邊睡 雖然不是說什麼性命有關的大病 但是子女有病 父母那種緊張那種擔心 我絕對能夠理解他們的感受 第三條線就是 陳柏宇和譚善妍飾演一對情侶 正正是最花樣年華的時候 譚善妍發現自己有腦癌 腦癌的康復機率其實是比較低的 故事集中在療程的過程裡 有他們兩小口的愛情情節 也有照顧對方而產生的痛苦 譚善妍也做得不錯 為了電影剃頭算是為藝術而犧牲 而且患病的時候的身體反應也做得非常不錯 反而陳柏宇真的做得一般 可能角色和氣氛都沒有發揮空間 而這一段令我想起我的一段回憶 是我朋友的真實故事 當時19歲的他確診白血病 即是血癌 我們是讀設計的同學 因為做project我們開始熟絡 之後他無端端就沒有上學 後來才知道他患上了癌症 去了做治療 其實當時探他 他已經在康復的途中 都是很樂觀的 誰知一單醫療事故 我再見到他的時候 已經是他的喪禮 那次是我第一次去殯儀館 第一次失去一位朋友 之後我在新聞上知道 原來他在臨過身之前 他的男朋友一直陪著他 走這條這麼難走的路 那種一起承擔的愛情 那種在人生最燦爛的時候發生的不幸 令我的腦很多事想 回憶很多片段 《告別前的情節設定》 《告別前的情節設定》真是寫得不錯 但總體來說 不可以算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 只是不斷一個接一個 真實感很高的情節地排出來 所以才能做到感動接著感動 而每一條線都是把絕症下面 最躍心、最傷痛的情節寫出來 所以《告別前》其實比較像一部紀錄片多過電影 沒什麼電影的語言 沒什麼花巧的故事設計 只是一個最普通 但又最切身的痛 身邊有親人要離開世界的一個故事 《告別前》 我從以前看什麼戲都不會哭 到現在竟然可以哭足90分鐘 《告別前》是一部探討死亡 但重點其實是要觀眾珍惜活著 愛得及時的電影 一種角色的表現都很不錯 特別是衛斯瓦、羅蘭姐、譚善賢等等 很多場戲都是由他們主導 而演出那種真實感來感動到我 《告別前》是幾適合對親人死亡這件事 沒有很深刻的體會的你 老套些說 愛得太遲是最最最遺憾的事 希望你們都可以在這部電影裡領略到一些東西 如果你本身已經經歷過這種失去親人的痛 你一定會想起心底裡的傷痛回憶 好好地哭一場 也會更加提醒你愛惜身邊的親人 我對於告別之前的評論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是熱愛電影的請你訂閱我 Sam先生 按下旁邊的小鐘 我接下來會做更多影評和電影的影片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Like、Share 這條片出去 無論你看了還是沒看這部電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和我討論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